这家伙 这一下要踢正了 朱德勇二直接救护车 呜哇呜哇就走了 是 说实话呢 这广州球迷看着比赛啊 我估计也得悬着心 有点 虽然说打平就出现 但是毕竟这事有的时候呢 也很难预计 越长时间不进球啊 一方面就觉得好像平局有望 但另一方面这危险也在增加 对 所以想着打平局出现 那往往没有好结果 没有好结果 努力争胜 穆里奇 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穆里奇抱怨队友 好的 赵林 加油 有了 有了 给一分钟二十分 大家回头看一看这个录像 穆里奇横向败球的时候 赵林没有接 如果过来接 穆里奇穿着赵林的时候 穆里奇有点抱怨 有点抱怨 那一声说 看啥呢 比我近点 但是没想到赵林又如一突破 传球传的及时准确告位 而且赵林转身领球那一下 过对方后卫 那是手拿把断 动作太漂亮 漂亮 所以就是说穆里奇 你不是抱怨同场不在吗 那你来当同场 你看你看你看 穆里奇那一声你给我插啊 小伙 这个 阿尔克森呢 在高林下底的时候 你看他就喊了 是吧 他就喊了 对 这边杜特拉扑的有点猛 翟腾学在补 已经来不及了 阿尔克森呢 是先往前插 突然之间的往后 收了两步 对 而高林的刚好把球传到这个点 掉了 这个进攻打得很出色 尤其是呢 是带来几点新的变化 一个就是穆里奇在中路的这个特赢 对吧 高林 领球突破 包括川中 这几个环节都完成得很精彩 还有就是阿尔克森 空霸 智空以后的投球 关键这个球是前场三叉几 跟这之间的配合 对对对 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比例说新的战术够强 我们请导播呢 再帮着调大一点点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一会儿呢 汤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汤 是 郭智兰发了一条温馨的 说急着回来看球 饭也没顾得上吃 结果看的过程当中 室友拿来一盘炒年糕 感动着 这室友是吧 中国和室友 对 赵梁 有了 这个2比0 阿尔克森投球 我们这个广东恒大顶住 这确实 这是哪个舞蹈来着 他这里 踩摩猪的小姑娘 这对方后卫也不含糊 真玩命了 但这次进攻 腾大在内部插了一把尖刀 你别说呀 许老板之前那顿饭 短用了 是 你看出来是人均3888的 对呀 38分钟 没开二度 2比0 又是打爆了对方的左路 再看杨宇棠 穆里奇 没有要位 坚决挑 挑 最后一下实际上他补了 是吧 自己给自己补一刀 这小哥们儿补完了之后还撞门杆 因为不碰的话 球也进 对吧 你碰这一下不耽误他进 所以不能算 对对对 射片 其实机会呢也不少 只不过就是说 看得不是那么舒坦 对 慢时光再现 这哥们上来张口就慢 说咱们黑恒大黑高林 这就属于硬伤啊 我们喊加油 嗓子都快喊哑了 这干还骂 还骂 不行 你不吹不行 英语系男人 说忽然间呢 在这儿发现咱俩了 张立鹏这个跟得很好 这段已经围攻有很长时间了 宅同学 内切 内切 作家打轮 漂亮 这球啊 是问题 这个其实坦白想 是问题 有点松 松了发梯的 就刚才那哥们儿骂咱们 败人体 但是时间呢 对广州恒大还是有利的 还有十分钟 对 这让对方这么打进去 有点难看 是吧 关键有点难看 哎呦我天呐 这家伙 也是啊 人前 没有人逼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你再看那个 从这个角度看 曾成的这个位置 打的也好 打的确实好 高林呢 没有回了协防 然后左后位呢 是孙祥 这个时候啊 黄不文退的有点深 对 他再进去里了 对 他呢 向一下 接下来呢 再往前呢 又是那谁 冯俊燕 这哥仨呢 完全向面 嗯 容昊啊